没准这次就是 量变到质变一个大爆发 我们俩就干成了呢 他现在变化挺大的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 除了变胖了 你又不跟他 天天老待在一块儿 胖胖心挺细的 有些胖胖他比我都细 你要真想找合伙人 你好歹得找一个 要不然有财力 要不然有关系的 你怎么着也得涂一头吧 像胖胖这样 什么都没有的 你要跟他干 你早晚就得赔钱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俩上大学 那时候就说好了 毕业绑在一块儿干 让我们俩试试吧 你就瞧好吧 不是 你 干吗呢 我招你了 我怎么就不可谱了 我怎么就那么不招你待续 行了 行了 他人家中午要老吃 这钱的事又请人喝酒了 不是 行 你喝一个阿师哥吗 你不容易啊胖胖 功不可磨你啊 行了 你喝点茶去 厉长厉长 咱们这全力 头上见你 别喝了 别喝了 倒点茶 在这儿茶去啊 厉长 你这胖胖也不容易 不过又跟人喝了半夜 你说这会儿我能干吗 你真要跟他一块儿干啊 我要试试 你这个酥胖胖看不上我 我看着他呢 你小姐生的丫头命 我看着你 瑞瑞 就他嫁女的这 这枪不能嫁人 那就是嫁人了 那也是嫁祸于人 我那哥们儿 你沉远 你瞧他没复进那样 上大学那这儿 我们俩一个寝室 住了四年 那时候那开心的 你知道吗 你瞧这 现在跟塑小堂在一块儿 让塑小堂给管的 我都大心眼的 我都可怜的你知道吗 你倒希望有人管你 有人愿意管你吗 想管哥们儿那女的 那都排着追着 谁啊 我上大学那会儿吧 交给女朋友 那个儿比你个儿还高呢 那大摔影瓶 跟拿的似的是吧 哪拿的呀 滚 上学那会儿吧 他们家条件不好 两年的学费呢 都是我们家爱出的 后来我们 我们家生意散了 他走了 跟你分手了 他又找了一别的男的 给他交交费去了 那你心里是不是 特别难受 我不难受 我难受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泼出去的水 哥们儿连盆儿都不要了 并且我特别感谢他 从他身上 哥们儿明白了一道理 你说这爷们儿吧 他必须就得有钱 等哥们儿将来 挣着大钱了 想找什么样 让女的找不着啊 是不是 喝酒 自己喝酒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你跟胖伯儿道个歉 别老他们说着 你多刺一刀 那你过去吧 我等你 我等你 搞定吧 你照顾着 俩人在屋里都吃上了 那甭管的 走 干嘛你 狗仔队呀 他俩老腻在一块 该不会 盼望看上月月了吧 这么八卦呢 这么年 我问过她死不承认 不会吧 要胖胖真看上月月了 那她就可以搬过去住 到时候 我就可以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 胖胖看上多了 有几个成的 再说谁能看上她还那么胖 有嘴花舌的 又懒又馋还没钱 别把女孩都想得那么俗 不是所有女孩都看重钱的 你不也没钱吗 我不知道跟你在块儿那么久啊 咱俩是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 那能一样吗 现在顺回了这帮女孩 好 现在这些女孩怎么了 太复杂了 你怎么知道的 快快快来来来来 给我好好说说 你到底怎么了解这些女孩的 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 教授 又骗钱回来了 谁骗钱的 你怎么说话讨厌 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 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 好好好 小凡啊 你的歌唱得真是太好听了 在这个小院里 每天能听到你的歌声 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啊 谢谢 在你的歌里啊 我还听到了怀才不遇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机会的 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机会 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呢 我唱得好听吗 好听啊 那就成功了 不是 小凡啊我是这个意思 既然你唱歌这么好听 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 能听到你的歌声呢 我又没拦着 他们听不到是他们的损失 我一直在唱 你对程文学的解释 属于世俗人眼光的狭隘解释 那天是你有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情风 我说我看见了情风 咱屋里这种茶全给你割离了啊 能不能醒酒就这一杯啊 我不喝啊 我 你 你烫死我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得跟刚说实话 苏可唐瞧不起我 我知道 他瞧起谁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大心压力 你也看不上我住身啊 你要也看不上 你现在告诉我 我立马从流入搬出去 我睡大街我不给你们俩跳楼啊我 今儿这事吧 愿我 我就不应该这么搞 这么早把咱俩穿下这事告诉他 你说咱俩现在连干什么都没想好呢 那人小头能不担心吗 是不是 这事对他来讲太突然了 你别这样啊 你小心眼 咱俩在一块儿多少天了 谁不知道谁啊 我瞧不起你 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你啊 哎呀 行 这句话就行 那你这句话跟我说 没白叫你那么多言 是啊 你有点好哥吗 但我抽好多钱的话 算了咱哥俩闯一人 咱哥大买卖 能不能傻了孙小唐跟人瞎掺和我呀 你这掺和什么呀 对啊 人家想掺和都掺和不进来呀 咱俩连干什么都不知道呢 明早上起来赶紧到报摊上 各大报刊的报纸啊 来一份 咱必须得想出一个干什么来 必须得定下来 不能再怎么晃着 你以为我天天 熟着睡觉就是玩呢 我 我也一直琢磨这事呢 你说咱俩啊 大学毕业咱就开始干这销售 也没混出个人磨狗样的呀 咱转转方向 咱想一想一什么辙 既不用投入太多成本 又以后来钱来得快了 什么路子 你知道吗 那就这样 趁你没星宿 咱俩直接奔北京站 买张去你们老家 葫芦岛的车票 到那就圈地 咱搞房地产开发 你拉倒吧你 就咱哥俩都在这儿闲 你那哥老家 买个坟头都不够啊 买二斤下爬这实际行 姐 孙子 你这没边的梦啊 少做以后啊 再说了 咱哥俩干这么多年销售了 这经验不能白积累啊 我告诉你 现在你不管干什么 最后一个环节 都避不开销售 咱往大的说中国石油 那人家还有个加油站呢 外面那些私立医院 私人学校 你就是航空公司卖机票 它不也得销售吗 都是营销范围之内的 那你说这个 要想挣钱快 我也赞成 他吧 你说咱俩要是 售楼就行吗 我可告诉你啊 我原来有一些小节目 就干着 人跟我说好多内幕 那你多问问人家呗 咱俩跟人学学 咱要干什么 咱就得往实了走 得真去学啊 咱学不了 卖房子真挣大钱卖的好个 那对 长得漂亮 有几分姿色的小姑娘 而且这里边啊 还有那个别的人卖的 不仅仅是房子 你想学就行 你买张机票 你搬那泰国 你去做一变性手术 回来干这个客户 附小唐同意行啊 这打针麻药 一当 别扯得没有用的了 瞧下你这张嘴 就是去泰国去整容 去变兴趣 就你这样人小唐 能瞧得起你啊 清除五零 乘以五零等于二五零零 一五零 乘以二零等于三零零零 月月 怎么了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啊 明天再算吧 行 我小点声啊 马上 八零 乘以二零等于一六零零零零 别 别 都什么时候了 她还在吃瓜子啊 我真是要崩溃了 咱们搬出去住吧 正式的请求 我根本没法睡 明天上班又要迟到了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我也没有睡 陪你失眠 这种小叶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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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起来了 小帅 我猜这也不是大老爷们干的活 这倒女的干的 怎么了 我缝得不好吗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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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教授啊 我就想问你个事 你问 你结婚了吗 什么意思 你看教授 我那个 我没啥文化 我就说话直 你说啥说过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说吧 其实我 我就感觉吧 你好像对女的不太感兴趣 是吧 你这 取向啊 这爱爱 滚滚滚滚滚 你看我都 我都说你 你小孩懂什么呀你 我那动房花烛的时候 你还在幼儿园小班上学呢 你真太夸张 你这结过婚呢 那你 那 那你媳妇呢 这 说来就好成了 没 没事 我听 我听 您讲 年轻的时候啊 在老家 这家里人啊 死活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等了有了孩子才知道 痛苦啊 痛苦啊 实在是没有共同意 没有感情基础 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年轻啊 我说我不能一辈子 就待在我们老家 这个穷山沟里头 那对 我得闯出去啊 对对 我就闯出来了 教授 你这要不说你咋能成功呢 教授 你太有魄力了 这抛弃妻子 你说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吗 你可真有文化呀 我告诉你 小河南 我 我正称公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我自从离开家那天起 他们的抚养费 孩子上幼儿园的入托费 孩子上学的教育费 我一分不少 我越越都给 一直到今天 我还在拿这个钱 你看你非这事干啥 你就给接过来不就完了吗 跟咱没关系了 离了 对 你不离了 你说你咋找瞎一个 是不是 漫漫人生路 还能错几步啊 教授 你说我 我再错几步我能成功 你啊 你这干吗呢 你干吗呢 你干啥呀 你差点没给我怼真声 咋不扎死你呢 你干吗呢这 人教授这不给我上课呢吗 那又叫罗正山呢 还有时间嫌屁呢 你懂个屁呀你 人教授说了你想成功 就得先抛弃弃子 你还懂啥呀 抛弃弃子你 你有这资格取妻生子吗你 走走 干活去走 来 一块儿听听吧 你起来 教授先干活去吧 教授回来 走走走走 走 教授 一块儿听听 对你们年轻人有好处 你看你这俩孩子闹闹闹 这衣服都缝到裤子上了 这 小桃 不可听说你结婚了啊 那电话 上会儿 看你也没什么变化呀 结婚得有什么变化呀 这手上总得有点 不拎不拎的东西吧 晨晨 晨晨 这事你就有所不知了 她那婚没结成了 怎么说呢你 我们小唐这就是 她这婚期往后推了 对对对 婚期往 在你蜜月之前啊 正好买我们一份旅游写 可别好 我跟你们说啊 前两天我一姐们 跟老公出狱也是度蜜月 就在那沙滩上玩那沙滩摩托 呜呜呜呜 装 正好买了我们的保险 全赔付了 老伯儿 干嘛呢 我在饭店哪 你干嘛 你干嘛这么偷偷这么摸的呀 我爸妈来了 你爸妈一块儿来了 要把你抓回去啊 看这架势也不像 他们拉着我在饭店吃饭呢 在哪个饭店呢 我得过去啊 你就别过来了 到时候他们又跟你说这个 跟你说那个 我不想他们说你 他们又问你住哪儿你怎么说呀 咱俩先都搬到一块儿了 我又不续好像有躲着他们似的 那他们不更不高兴了吗 没事 我自己能对付 别过来啊 你一个人跟这儿多赎罪呀 你告诉我 我跟你一块儿扛上去 你放心 我一定能对付 赶紧说 他哪儿呢 爸 妈 没错 我是骗了你们 这是我不对 我没跟陈远分开 我也不会跟他分开 我只是希望 你们能够尊重我的选择 妈 既然来了 听孩子把话说完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呀 你是不是觉得骗着我们 你心里开心哪 我们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这么报答我们是不是 耍着我们玩 阿姨您别生气了 叔叔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儿 特别内疚 因为我跟小唐的事 让你们操了这么多心 其实我心里特明白 像小唐这个条件 在北京也想找一个比我好的 很容易 我不是没犹豫过 我也想了 也想过要放弃 但我们真是做不到 但我们真是做不到 我跟小唐我们俩 七年多了在一块 这高一那会儿 我在我们班是个大个 所以做最后一排 那会儿我每天 我就看着他那小后脑勺 我就特别期待下课 期待大零 因为一下课我就能看见他 跟同学在楼道里疯啊 去水房啊 操场上什么的 我就愿意看见他 因为我一看他就 对我那么一笑 我特别地高兴 其实我没那么爱上学 我都是为了每天上学 能看见他 就愿意跟他在一块儿的 我其实忽然有一天 听师哥们说 这个有考大学的事 要添志愿 说有的要考到厦门啊 什么杭州 说到那儿上学 我当时我一下子 我就特别害怕 因为我怕这高中一毕业 因为小唐学习好 我不行 我就怕这一毕业了 我没考上哪儿 我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 我那会儿我就提醒自己 我说不行 我得赶紧努力了 我得把这成绩提上来 真的那几个月 我哪儿都没干 什么什么什么事都没干 我就天天坐在家里 一动不动除了吃饭 就坐在对着我那小桌子 福西功课 那是我妈都特好奇 说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这么上进呢 真的如果要是没有小唐 可能我连个三本都考不上 所以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俩有的时候 也挺幸运的 因为我们 虽然没在一个学校 但是我们在一个城市里 当时我已经觉得 特别特别幸福了 我记得 刚入学那天 把我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往寝室里一放 我拿着地图我就找到他去了 他说我突然觉得 原来不知道 北京这么大 我是中间 倒了好多面车 反正我是从八点多 从学校出来 到他们那时候 下午两三点了 看他那学校模仿等着我 领导去食堂吃了个饭 然后他可能也是担心 想让我早点回学校吧 他影响第二天上课 就赶紧让我走 让我走 让他就陪着我 坐公交车倒了几遍 又坐到我们学校 因为太远了嘛 他再要遮回去 那又几个小时 可能天都黑了 我就说我陪你再坐回去呗 我就又陪他坐回他们学校 我接着他在那寝室门口 跟我招手让他一直 我等着他走到寝室里 在那寝室窗户边上 跟我招手冲着我乐 我觉得太好了 其实毕了业以后我们在 工作上也好 生活上也好 遇到了 遇到了太多的麻烦 一直这两个人就觉得不属于这个城市 这城市好像跟我没得到关系 但是我们只要一打电话 每次我们俩 不管多烦 不管有多少压力 只要一打电话 就跟冲的电影 我就特别有动力 姚姨叔叔 我想跟你们承诺 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为了自己 为了小谭 为了我们俩 拼出一个未来 但是我太需要时间了 我需要时间 这绝对不是借口 我爸妈 把我攻到现在 已经是尽量最大的努力了 我 我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再伸手 问他们要钱 况且家里也没钱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我记得小的时候 男人一定得靠自己 我恳请你们 给我一年的时间 就一年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你 我看到了我 是在什么 我看到了我 我看似的 在张美出去 不让你身旁 不让你受伤 别难过 我亲爱的姑娘 别让我的世界黯淡无光 我多想让你靠在我的肩膀 可是我不能这样 我多想吻去你脸上的泪水 替你抚平你所受的创伤 可是我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怎么 怎么不舒服了 那空调车那空调开得太大了 正对着我这脑子这吹 我现在这脑子都要裂开了 你进屋躺会儿去 我不躺 躺着也睡不着 那怎么办 我就是心里有火 你给我弄点清凉油或者是弄点什么 不和躺行吗 行行行 都行 怎么着呀你 怎么着呀你 我这一道上一句话都不说 李军啊 就这次去北京啊 我有一新发现 我觉得陈远这孩子呢 是很有上进心的 这个陈远家境不太好啊 还有这么几分这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思 年轻人靠什么呀 但最后终归还是不能靠父母的 还得靠自己 当年我娶女的时候 不也是一无所有吗 你也没嫌弃我呀 我记得我工资还比你少几块钱呢 可这么多年通过我们的奋斗努力 我们也得到我们该享有的一切 对不对啊 年轻人一无所有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呀 没有上进心 可怕的是不懂得务实 咱们那个时候比咱们那什么时候啊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现在这时候光有上进心能行吗 你现在年轻人有上进心的多了 你瞧瞧每年大学毕业生 都有上进心能行吗 那你什么意思 就让女儿等一年是吗 我这 我这一直琢磨这事呢 那过了这一年呢 人再跟你说你再等我一年 你还等吗 年复一年 这一年对咱们女儿来讲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吗 你没动脑子想一想啊 一个女孩子她有几个一年呀 就这么几年的好时候 她不像男孩子似的 到了三十岁人照样结婚 到四十了 那事业有成那就更好了 那就就变成钻石王老五了 女孩子能行吗你点头 你还当领导的呢 我发现你这人到关键的时候 一点原则你都没有 我跟你说吧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有同感 问题的关键是 咱们拆不散人家呀 我跟你说反正不能这么干等着 拆不散也得想办法 那天晚上 我忽然觉着我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必须得赶紧行动起来 只有行动起来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要赶紧把创业的事定下来 要赶紧把创业的事定下来 什么玩意儿啊 锁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锁啊 这叫高级智能锁 现在这五位级写字楼 高档小区商业住宅用全这玩意儿 你要给咱们屋换这锁啊 咱们屋这堆破烂脸不脸吗 没人这一把锁之前呢 这都也挺新鲜的 你干吗呀 该哪弄的呀 这不这两天吗 哥们儿在屋就一直琢磨 你说咱们哥俩头一次创业 干点什么项目合适啊 巧了 前两天在街上碰上我前一哥们儿 我认识那孙子是混娜娇一惨 几年没见啊 人家就做这个 人家发了 现在是华北区总代理 正准备转向呢 我打算把这活儿也接下来 人家这活儿干这么好 凭什么把这买卖交给你啊 要是人干大发了呢 人家下一步准备去美国华尔街 玩股票了 美国都治了好几栋大宅子了 准备享受生活去了 卖这锁 你没糊涂我 糊涂你这干吗呀 卖锁卖到美国华尔街去了 那是啊 余儿 我帮你算笔账啊 你说这一把锁市面卖三千多块钱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你说现在这楼越盖越高 咱不说你摩天大楼 就说二十层的 一层楼住多少户人家 卖户人家多少扇门 要是每扇门上都用这么一把锁 咱得挣多少钱啊 咱要真科技一栋楼来 那可就不是十几万几十万的事了 王王这真是个商机啊 但咱俩原来做的全是印刷领域的事啊 这属于 这就属于工程推销了 咱没有认识人哪 没客户才卖给谁啊 要是我这词特靠谱呢 客户的劲给你了 你瞧瞧 你瞧瞧 人家说了 咱哥俩头一次干这活 没什么人脉资源 咱将来就等着跟人批我后 捡钱包吧 哥儿 咱这生意 要么就不开张 只要一开张就够吃三年的 咱腿跑前点 多科技了嘞 行不行你直个声啊 我哥们等我回话呢 就会他了 干吧 这是我们之后 一样的梦 来来来来 以后啊 再有人问咱俩是带什么的 咱就直接告诉他 北京锁王听说过没有 好 这也就是 是 咱俩 这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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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师傅 妈您问一下那个 余主任那两个办公 找余主任 你们谁啊 我们的特好朋友 接上来的找了笨点事 余主任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住院了 住院了 那他什么时候 能恢复上班啊 这个嘛 这是领导的事 我一会儿再清楚 不好意思啊 咱怎么不问他住哪个医院啊 你干吗呀 咱俩哪儿东西到医院看呢 这不是个机会吗 他们得花钱嘛 算了啊 等出院再说吧 正好还有点时间 咱赶紧接上娘子我来 走走走 那个我今儿在你们这儿吃呗 好吧 那我们今儿吃 我们今儿吃 我们今儿有第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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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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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吃饭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光 对吧 孟总您跟我们是一样的呀 怎么了 咱们这儿还有特殊餐呀 有啊 有 还有那个 减肥特殊餐 我跟你说啊 小时候我最烦吃窝头 那根本压不压去 现在的窝头好吃多了 比我们那会儿 好 孟总 你以前是在那个 亚运村的那客户中心吧 那你消息够灵通的 是背地调查我是不是 我还要调查您吗 我们这儿消遇灵通的多了 我随便一听见都就听见了 我听说那边人特别多是吧 对呀 那边比咱们这儿大 那边有三百多人呢 三百多人 那您怎么就调到 我们小地儿来了 这多私密的问题 哪能随便问呢 这 孟总 那您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才被调过来的呀 你才不会聊天呢 赵洁 您跟我混熟了是吧 没有 一般熟 犯什么错误 我是主动要求过来的 主动要求过来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儿子 今天正好上小学嘛 他那个学校就在咱们旁边 所以我每天早上 先送他上学 然后再来上班正合适 看来这家长为了孩子 还是要牺牲挺多的啊 那是肯定的 因为孩子们在咱们心里面 都是第一位的 这一点可能你们啊 现在不做父母 将来你们当了爸爸妈妈 你们就会知道了 等于您其实是被降职了是吧 降什么职啊 都是咱们客服中心 哪儿都一样 不过有一点啊 那个奖金肯定是拿得比那边少 那个 杨总 您好啊 我们哥俩是那程哨就来过来的 你干什么啊 程哨 哪个程哨啊 这程哨啊 我们哥俩发小 叫惯了 改不了考你别介意啊 程哨 对 那北斗八星公司那程哨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我们俩家从小邻居 后来他现在不去美国玩股票了吗 听说我们想玩这个 带着你一块干他 你们赶我滚 马上滚 怎么 怎么了 杨总 亏你们还好意思跑上门来 我买了他整整两栋楼的锁呀 业主天天来投诉 不是打不开就是关不上 他还好意思叫诚实 他应该叫诚实 你们回去告诉他啊 以后这种缺德事少干 拿什么困名片滚蛋赶快 滚 诚实 这王八蛋 整个就一片子嘛 还告诉我你没问题 你去吧那我一辞 还说我们跑美国 华尔街也买股票去了 呸 有这么坑哥们儿的吗 行了嘛 别骂了你 你 还说我们跑美国 那这人还找去吗 找蚂蚁啊 赶紧扔了吧 后边怎么办啊 那咱只能自个儿找他 那谁也不认识 找谁上哪儿找去啊 你说去哪儿啊 工地啊 咱俩啊 从今天开始 就扫街去了 哪儿有工地咱去哪儿 以后咱就往高看 哪儿有塔雕哪儿有盖楼子 咱直接就进去找头 没准能成 咱俩一身干净啊 人家俩是成大小伙子 同行同行咱们 保险是个好事呢 再往是马